细经转校生坚称自己是追欺火葬场的女主 而我是霸凌她的恶毒女配 她诬陷我在厕所抽她耳光 逼她拍下不雅照片 还当着我竹马和所有同学的面对着我哭喊 不要 不要再伤害我 我不会跟你争强任何东西的 上一世 我不信自己所在的生活是一本小说 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结果还是重叛亲离 最终不得好死 重生归来 她再次带着被洗脑的竹马上门控诉 而这次 我没有给她张口的机会 披脸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问道 恶毒女配 是这样对吗 如果我这个恶毒女配的结局 注定会不得好死 那我也必须先拉着男女主给我陪葬 是你 你就是这个世界的恶毒女配 桑芙蓉 秦薇薇脸色煞白地指着我 她说出这句话时 我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此刻我正坐在别墅院子里的秋千上 手里还捏了一根草莓味的棒棒糖 这糖 正是秦薇薇身边的男生 我的青梅竹马 也是我喜欢的男生给的 她叫承诺 五岁我们第一次见面 她就给了我一根棒棒糖 我本着礼貌说句好吃 之后的每一次见面 她便都会给我一个 这点子根本不值一提的细心和特殊 配上她还算俊美的容貌 就着棒棒糖劣质的甜 莫名触动了我上辈子的少女心 让我将其妥贴地收藏 细细地回味 想到这里 我直接将手里的棒棒糖丢在了地上 起身时用脚撵了上去 糖体碎裂的声音还蛮清脆 承诺愣了一下 正要说话 秦薇薇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见我站起来 好似看见了什么可怖的东西 往后退了几步 藏在了承诺身后 声音都带上哭腔 不要 不要伤害我 我不会跟你争抢任何东西的 承诺立刻一动身体 将秦薇薇完全挡在身后 皱着没看向我 芙蓉 薇薇她没有得罪你 你不要吓她 这些话可真是熟悉啊 上辈子就是这样 她们在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将我变成了小说中的恶毒女配 认定我会欺负作为女主的秦薇薇 秦薇薇被欺负了 一定是我指使人做的 秦薇薇没考好 一定是我威胁了 她不准她考高分 秦薇薇受伤 一定是我动的手脚 她带着媒体跪在我家门口 哭着求我放过她 说自己只想好好读书 对我喜欢的男生没兴趣 她用自己的眼泪 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伤痕 就将我钉在霸凌者的耻辱柱上 不得脱身 同学远离我 发小背叛我 家人抛弃我 满心绝望的我被我爸送回乡下关了起来 本以为能安稳度过余生 却不曾想 秦薇薇一旦不肯放过我 上辈子我死的时候 只有19岁 活活被烧死 变成了一句交叹 还要被众多人唾弃 这样的祸害 死了活该 可秦薇薇口中恶毒女配做的事情 我一件都没有做过 却还是落得恶毒女配的下场 或许正因为我强烈的不甘 才有了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重生归来 她既然说我是恶毒女配 那这恶毒女配的剧情 我还真就要好好走一走了 我是恶毒女配 那你说说看 今天我会对你做什么 我走到秦薇薇面前 承诺试图阻拦 对我一脚踹在膝盖上 她惨叫一声跪倒在地 什么垃圾 也敢拦我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芙蓉 你怎么 我又给了她一脚 你什么你 闭嘴 在她惨白的脸色中 我朝着秦薇薇勾唇一笑 女主角 再不说 我可就当你是在污蔑欺负我了 欺负我的人 下场可是会很惨的 秦薇薇红着眼睛 渲染玉气 浑身颤抖的厉害 好像我当真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对 我就是要做一个穷凶极恶的人 重生也好 做梦也罢 这次我回来 就绝对不会再受上辈子的窝囊气 更不会让她好过 秦薇薇说 我会因为她踩坏了我家的草坪 打她一耳光 并令她跪在地上道歉 她话音刚落 我就给披脸 给了她一耳光 是这样对吗 我用力极大 她的半边脸立刻就肿了起来 嘴角都渗出了血 她跌倒在地上 哭得梨花带雨 桑芙蓉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本小说 我是女主 你是恶毒女配 如果你按照剧情继续作恶的话 会不得好死的 我觉醒了剧情 可我并不愿与你争抢什么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放过我 我不想当女主 你也不用当恶毒女配 我们都想安无事 不好吗 瞧瞧 她说的多好听啊 可是 如果她不特意来我身边 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根本不认识她是谁 更不会跟她有任何交集 上辈子的我就是太傻 才相信亲者自亲这种鬼话 放任她把谣言越传越正 秦薇薇是一个月前 才转到我们学校的 和承诺一样 在高三二班 我则在一班 她第一天到学校 就表现得神经兮兮 一会哭一会笑 一会抱着脑袋说 绝不可能她不要 她发起风来 不分时间场合 学校里几乎所有人 都见过她的发疯现场 后来 她告诉大家 她觉醒了剧情 她说我们生活的世界 是一本小说 而她是前期备受欺凌的女主 在恶毒女配的霸凌中 她会和男主 经历一番虐恋情深后 最终修成正果 她又说 她不想当妙的女主 她只想做自己 起初倒是没什么人相信 直到她说的一些事情 当真发生了 于是 这个世界的男主 也就是承诺 便相信了她的话 今日带她过来 便是渐渐因受伤 在家休息的我 顺便看看 我会不会像秦薇薇说的那样 变成一个恶毒的女配角 我不信 我们生活的世界 是所谓的小说 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并非坏人 在秦薇薇出现之前 我从未做过一件坏事 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上辈子我对她的话 感到莫名其妙 但还是还安慰她 我不会像她说的那样做 可是 她还是一步步给我 贴上恶毒女配的标签 将我逼到众叛亲里 生不如死 既然罪名迟早会落在我头上 那我索性坐实了这些事 所以在秦薇薇苦口婆心地说完后 我又扇种了她另一边脸 既然你都这样要求了 那我就成全 你做一回恶毒女配吧 不枉你费心思 编出这样的剧情来 不过呢 下跪就免了 我躲不过既定的命运 还说我这个恶毒女配 终究不会放过她 希望我们班同学 可以帮帮她劝劝我 让我放过她 这个年纪的同学 可能多少有点中二 加上承诺的证词 大家虽然依旧觉得 秦薇薇的话很玄幻 但有一部分人看我的眼神 俨然已经像是在看一个 最无可恕的恶毒女配了 这不 我刚坐在我的座位上 就有人义愤填膺地赶过来 替秦薇薇出头 桑芙蓉 你为什么要打秦薇薇 你怎么这么恶毒 我先进眼皮看了来人一眼 皮笑了不笑道 她让我打她 那我就打咯 总能让她失望吧 对了 她有没有说你是什么角色 我这个恶毒女配 有没有打过你 来人愣了一下 既然老实地回答了 她说我会为她讨回公道 然后被你霸凌 但是我告诉你 我根本不怕你 你欺负人本来就不对 你要是敢 我拿起桌上的书 就砸在了她脸上 接着当胸一脚 将她踹翻在地 这要多亏我爸 她觉得女孩子不能太柔弱 所以从小就督促我学武术 因此我的身手一直都不错 对付这种高中落机 一对一就是纯属碾牙 我有什么不敢的 这位狗腿子同学 我也告诉你 你要不来找我 我还不知道那老实子剧情 更不会欺负你了 既然你告诉我 那我就成全你英雄救美的心意 还有 我笑嘻嘻地扫射着全班同学 如果大家知道什么剧情 记得告诉我 我以前来不及做的就算了 接下来只要你们告诉我剧情 我就会按照剧情来配合你们演出 以前是不是恶毒女配不重要 但是只要秦薇薇希望我做这个恶毒女配 那么以后 她说什么我就会做什么 说完 我冷笑一声 一脚踩住狗腿子的脸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说说看 接下来的剧情是什么 上辈子 在秦薇薇的设计下 我被我爸送回了乡下 难得的放风时间 就是这个人带着几个混混 将我堵在巷子里 我到底只有一个人 很快就被他们一群人打倒在地 她也是像这样踩着我的脸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桑芙蓉 你找人欺负薇薇 害她被侮辱 那我就将薇薇受过的苦识 被奉还给你 你们把她衣服给我扒干净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记得多拍些照片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当时做了什么 太过绝望和恐惧 以至于记忆都产生了错乱 只知道等我恢复意识时 他们已经不在巷子里了 地上有很多血 我身上也有很多血 秦薇薇和陈洛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她躲在陈洛身后 红着眼睛质问我 桑芙蓉 你为什么死不悔改呢 我说过 我不会跟你争承洛的 只是你越这样作恶 她就越不会喜欢你 你收手吧 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 承洛不过是扫了我一眼 就皱着眉头转移了视线 毫不掩饰自己的嫌恶 薇薇 你不用跟她说了 有的人本性就是坏的 不会改的 而且 无论她改不改 我都不喜欢她 薇薇 还要我说多少遍 我喜欢的是你 你不要再把我往她身边推了 秦薇薇小脸一红 娇称道 你喜欢我 只是因为剧情的设定 承洛将她拥入怀中 不 跟剧情无关 是我的心告诉我 我喜欢你 后来我无数次想到那个画面 狭小肮脏的巷子里 一对穿着整洁干净的男女 拥抱在一起 互诉忠诚 而他们不远处 浑身是血的我 缓缓缓倒地 在晕过去之前 我还在解释 我没有 我没有做过 我真的没有做过呀 可他们已经认定 我是恶毒女配了 我说什么 根本不会有人听 也不会有人相信 可现在不一样了 秦薇薇的女主游戏 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你看 我说话的时候 他们都能听见呢 也是哦 如果林赵不过来 找桑芙麻烦 桑芙又怎么会打她呢 其实那个秦薇薇 也挺奇怪的 她口口声声说 桑芙是恶毒女配 会霸凌她 可是她转学过来的时候 桑芙在休假呢 根本就不认识她呀 桑芙芙说的没错呀 她只是在按照 秦薇薇口中的剧情 在做事来着 现在的他们 被秦薇薇洗脑不够深 还算有些理智 狗腿子 也就是林赵说 她根本没说 估计她还没想好剧情吧 我直接从狗腿子身上 踩了过去 在她杀猪一般的惨叫声中 甩给她一千块钱 放心 这是外伤 这是医药费 不用找了 说完 我直接杀去了二班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我自己去问她 我将秦薇薇的头发眉毛 全剔光时 她之前浮于表面的恐惧 终于在此刻变成了真实 你说 我会因为嫉妒你 试图抽你耳光 让你毁容 秦薇薇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抓住她的头发 将她按在厕所的镜子上 和我金银富贵 养出来的美貌相比 秦薇薇样貌 实在是寡淡地入不了眼 一张只算得上是清秀的脸 我还犯不着嫉妒 不过 既然你有这个要求 我从口袋里 拿出一把材质刀 咔咔几下 就把秦薇薇精心养护的 一头长发剪成了狗啃 她瞬间尖叫起来 似乎这样比抽她巴掌 更让她难以忍受 但这怎么够呢 我按着秦薇薇笑得温柔 不想被剪刀划破脸 就老实点哦 她的眉毛头发被我全部剃光 光溜溜地 像个怪异丑陋的鲁蛋 秦薇薇只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就翻着白眼想要晕过去 看着她这个样子 我感到一阵快意 你说过 恶毒女配每次欺负女主的时候 都会有男主过来英雄救美 你猜这一次 谁会来救你 我松开她的衣领 一脚将她踹倒在地上 你不是知道剧情吗 说啊 她哭得浑身抽搐 蜷缩在地上抱头无脸 一副不敢见人的模样 我蹲下身子歪头看她 人类天生就有规避危险的本能 你知道明天会下雨 那你就会带伞 来规避淋雨 你知道走到哪里会踩坑 你就会避开那里 你知道被火烧会疼 那你就会避开火焰 这才是正常的选择 所以我很好奇 你口口声声说 我是小说里欺负你的恶毒女配 那你为什么不避着我 反而还一直往我身边凑呢 还故意告诉我 我会对你做什么 是担心我不会按照你的剧情来吗 秦薇薇 你不觉得自己很奇怪吗 她已经恶心地说出来话来了 我冷笑了一声 抱着手臂 看着满身狼狈的她 继续道 你说 我会在厕所里扒光你的衣服 给你拍下很多不堪入目的照片 对吧 她的身体抖了抖 依旧不出声 我歪了歪头 笑道 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 我在讨厌一个人 也不信用这种方式 惩罚一个女生 所以这个环节跳过 你如果有新的想法 记得告诉我 我会抽时间来配合你出演的 说完 我离开了厕所 慢条斯理地洗了手 整理了下衣服 才晃晃悠悠地回了教室 我不禁想到 原来人的恶事可以被激发出来的 欺负人这件事 我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呢 当然 还要感谢秦薇薇 那么费心地为我写剧本 她应该很开心吧 毕竟我那么配合她 不像上辈子 我生怕自己真的变成她口中的恶人 一直在努力地避开她说的那些剧情 甚至努力地规避 和她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 可纵然如此 我还是没躲开 她为我安排好的结局 我至今都记得上辈子的今天 我去厕所的时候 听见秦薇薇在隔间里面哭 我好心打开了隔间的门 问她怎么了 她却恶狠狠地推开我 哭着问我满意了吗 不等我回答 她就跑了出去 接着就是承诺带着她去找老师告状 我被叫家长 办公室里 秦薇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跪在我爸面前 求我爸给她一条圣路 不等我解释 她就晕了过去 于是 那天在厕所里抽她耳光 给她趴比亚照片的人 就成了我 因为秦薇薇的却两家红肿 也的确有照片流出 她那样说了 有人便那样认为 所以做坏事的不是我 也是我 后来 我特意找人打听过那天的事 其实根本没有人欺负过她 也是 她当时身边有那么多糊花使者 谁敢欺负她呀 她分明就是自导自演 只为给我扣上恶毒女配的帽子 所以这辈子我才会成全她 我等着她跟老师告状 霸凌同学 我就是这样教你的吗 我爸抬手想打我的时候 我躲了开去 平静地注视着她的眼睛 爸 我什么时候霸凌同学了 你听谁说的 我爸指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秦薇薇 怒气冲冲地问我 是不是你把人家小姑娘头发剪了 我看了一眼秦薇薇 乐了 大夏天 她戴了顶大帽子 把自己光溜溜的眉毛和脑袋 全都藏了进去 我爸见我不知悔改 气得又要抬手 我赶紧接着倒 但是我这样对她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也不能欺负同学 赶紧跟人道歉 秦薇薇目光一定 扑过来就要下跪 被我一脚踹开 脏死了 别爱我爸的边 我踹完才故作惊讶地捂住嘴巴 看着摔在地上的秦薇薇 秦薇薇同学 有这剧情吗 我这时候是不是要表现得 更加嚣张跋扈一些才对 秦薇薇被我一脚踹懵了 短暂忘记了自己的计划 我趁机快速解释 老师 爸爸 你们都误会我了 是秦薇薇同学 自己让我这样对她的 我也只是看在同学的份上 配合她演戏而已 我也没想到 她会告诉老师找家长啊 我一脸委屈地拿出手机 点开录音 录音里 我问秦薇薇 接下来我要怎么做 她的回答清清楚楚地 从手机里传出来 你会把我带到厕所 疯狂抽我巴掌 让我毁容 我又问 还有呢 我还要做什么 她接着道 你叫人扒我的衣服 拍下很多照片 威胁我 录音到此为止 我满脸无辜 我就是担心 我照着她的话做了 她会到打一耙 说我欺负她 所以才特意录音 当做证据 而且我也没有抽她巴掌 那样太不安全了 我怕被讹 更没有扒她的衣服 就算是她强烈要求 我也没有这样做 我看着秦薇薇道 被要求做坏事 我也很害怕的 所以我在因她所求 欺负她时 还拍了视频 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我刚伸出手机 秦薇薇就扑上来 一把打掉了 不 不是的 她不知道哪来的女主包袱 死活不想让别人看到 她头上脸上没有一根毛 像个怪物的丑样子 我学着她的样子 捂着自己的手 一副被打疼了的模样 秦薇薇同学 希望我配合她 演一个恶毒女配 老师 你一直教我要乐于助人来着 所以我才同意了她的请求 我没想到 她竟然会反咬我一口 老师 我以后再也不帮她了 秦薇薇哭喊地解释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 我打断了她 说我是恶毒女配的人不是你 让我配合你演出的人不是你 现在在老师和我爸面前 诬陷我的人不是你 秦薇薇同学 我觉得你要不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觉得你有病 她有口难辨 因为她之前发疯说自己是女主 说我是恶毒女配的事情 连老师都有所耳闻 最终这件事 是老师逼着她跟我道了歉 可是这样还不够呢 秦薇薇 上辈子我一躲再躲 你都没有放过我 所以这辈子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过你 你不是要当女主吗 你不是喜欢演吗 那我就为你多找一些观众吧 我将秦薇薇倒打一耙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抱在了校园网上 标题就是 清纯小白花女主被霸凌的真相 把她转学过来后的所作所为 全部都传了上去 引起了小范围的轰动 哈哈笑死 她还女主 看小说看傻了吧 说什么觉醒的剧情 让她说说看 明天考试我能考多少分 她是女主的话 那我们就都是工具人配角咯 什么档次 也配本小姐给她做配 但是有一说一 她说过的一些事情 真的发生了呀 这种未不先知 要怎么解释呢 我看见这条评论时 没忍住笑了出来 秦薇薇的这种把戏 当真是能哄住某些蠢货的 可是 只要认真想想 就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了 她刚到学校就闹了一出 把自己变成了 觉醒剧情的小说女主 然后利用这种神秘性 开始迷惑众人的眼睛 比如 她在承诺身边 不远处突然停下 惊慌地说 真的在这里遇到她了 剧情里就是这样写的 比如 她走到承诺面前 在承诺疑惑着 开口问她是谁时 继续故作惊讶 真的考九十二分 当有人问秦薇薇 一些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时 秦薇薇会说 小说是围绕着男女主写的 配角的事情 写得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我知道的 都会告诉你们 所以 她未不先知了什么呢 和承诺的偶遇 加上临场发挥 和她神神秘秘的话 就能让人觉得 她好像知道什么 至于知道同桌的成绩 很难吗 问一下老师 或者提前去看一下 都不是什么难事 接着就是她对我行为的预测 当真是预测吗 我如果像上辈子那样去躲她 她会自己演绎出 被霸凌的戏码 再推到我头上 然后告诉大家 她逃不脱剧情 从而引起大家对她的同情 这辈子就更跟预测没关系了 哪次不是她先说出 我对她做什么 我才动手的呢 就算我不动手 她也会自己动手的 与其说是预测 不如说是故意引导 我将这些事情整理了一下 也发了出去 果不其然 引起了很多人的赞同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觉得她在搞笑了 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世界 谁会相信自己生活了 十几年的世界 是一本小说呀 秦薇薇显然不愿意 让自己策划的事情 就这样结束 也是 她凭借这场女主的戏份 可是得了不少好处呢 哪会轻易放弃呢 紧接着 便是高考前最后一次测试了 秦薇薇 这场戏 你可要好好演啊 桑芙蓉 无论之前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但是你的确伤害了薇薇 她身上的伤不是假的 承诺拦住了我的去路 恶狠狠地警告我 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这次考试 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如果你敢去威胁薇薇 让她不能好好考试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脸见鬼地瞧着她 触及到我的目光 承诺不自觉挺了挺胸 我知道 我们是青北竹马 我又成绩优异 是咱们学校的学霸校草 你喜欢我很正常 但我只喜欢薇薇 我用了一秒钟质疑自己 前世我到底 是被什么东西糊了心 竟然喜欢上这种东西 她长相确实很不错 但退去青北竹马的滤镜后 也就那样 至于成绩优异 她成绩再好 能有我好 但很快 我就懒得在这种事上浪费时间 以前瞎 关我以后屁事 我反手甩了承诺一巴掌 你狗叫什么 能不能离我远点 我有厌纯症 看等就恶心 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想 我全校第一 而秦薇薇的成绩 连中等都够不上 我威胁她 承诺顿了一下 诺儿想还手时 我提前躲开了 想动手打人是吧 你动手之前最好想清楚 打了我的后果 能不能承担得起 别忘记了 你家公司还指望着 我爸给你们投资呢 我一提她 就想到了这层 到底没敢再动手 我冷笑一声 与其来这里警告我 不如去查查你的女主角 看看她的以往成绩 是不是值得我去威胁她 她并不知道秦薇薇的真实成绩 因为秦薇薇转到这个学校 只考了一次时 她以我影响了她的状态为由 掩饰了自己考不好的真相 这次也想如法炮制吧 可惜 我前段时间 就找人去了她之前的学校 将她之前的成绩 全部调了出来 在这次考试前 就直接公布到了网上 我实名公开发声 女主角说 我会威胁她不准她考好 真是笑死我了 她什么时候考好过 难不成我以前也威胁她了 我刚认识她 两个月好吧 自己笨就笨 别拿我当挡箭牌 我忙着呢 不是每时每刻都有时间陪你玩 还有 本小姐威胁人不会 但是很会鼓励人 立体为正 这次考试 所有高三的学生 只要能考630分以上的 我一个人发5000块红包 于是整个高三班都沸腾了 福龙姐威武 恶毒女配才不会这么善良 我福龙姐天下第一好 5000块 谁家恶毒女配这么大方 我不管 我福龙姐就是我心目中的女主角 我这一首先发之人 把一切都搬到了名面上 秦薇薇在想给我泼脏水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直到考试前 她的脸色都很差 之后更是直接在考试中途晕了过去 急得承诺放弃了考试 送她去医务室 我就知道她会来这一套 装病 装晕 装可怜 她的强项 既然知道 我又怎么会让她如愿呢 于是 她前脚刚进医务室 后脚就被笑医打脸 说她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让她不要再装了 她悠悠转醒 坚持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承诺出去霸总模样 逼着笑医给秦薇薇治疗 还骂笑医是拥医 于是 笑医大手一挥 直接打了120 给秦薇薇订了个全身检查大礼包 连精神科都预约了 据说秦薇薇被迫检查了一半 就逃走了 她去的医院正好是我家投资的医院 我反手就将她的检查结果送给了承诺 除了有点私人卫生问题 其他的都健康得很难 至于接下来 秦薇薇怎么跟承诺解释 自己装病的事情 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只知道 那次秦薇薇不考 只考了不到300分 少部分还在相信她是女主的人 也开始对她产生怀疑 秦薇薇对此的解释是 她并非学霸女主 全然没意识到 这句话跟她之前说 我威胁她不准考好的话产生了矛盾 我可是真学霸 谁家学霸会威胁学渣 不让学渣考好啊 有病啊 秦薇薇努力给自己找不到同时 我也没闲着 上辈子在高考前一周 她带着媒体到我家闹了一通 坐实了我霸凌者的身份 甚至影响到了我家公司的股票 经过一些烈事情 对我已经彻底失望的爸爸 为了挽回公司的损失 主动提出赔偿秦薇薇 不仅给了她一笔不菲的赔偿金 还对外宣布会资助她完成学业 并保证只要秦薇薇愿意 大学毕业后就可以到桑家公司就业 秦薇薇接受了前两条赔偿 拒绝了来我们家公司就业 她换了一个请求 便是让我爸将我送走 不准我继续留在这座城市 她说她对我有心理阴影 那时的我不被任何人信任 被学校开除 被家人厌弃 已经万念俱灰 彻底绝望 连解释都不愿再开口 我爸没有任何犹豫 就让人将我送到了乡下 找人看着我 不准我再出来丢人现眼 这一辈子 我可要提前准备 我找了四家侦探 全天跟着秦薇薇 很快就蹲到她联系了媒体 花了十万块 请人家陪她演一场戏 当然 在她的口中 那不是演戏 只是曝光恶人的真面目而已 我桑氏集团素来有名 我作为桑家千金 关于我的新闻 自然是很好的卖点 那家媒体没有犹豫 就同意了秦薇薇的请求 秦薇薇做足了准备 可惜她没想到 那天的观众不止我们一家 还有被我请到别墅做客的 数十个同学 她刚跪在大门口开始哭 就被同学嘲讽了 我说 你的女主梦还没醒呢 你有完没完啊 但凡看过小说就该知道 再废材的女主 也至少本性是真善美 哪有你这种满心思 去陷害别人的 之前诬陷桑芙荣霸凌你 结果是你自己自导自言 后来又说 桑芙荣威行 不让你考好成绩 结果是你自己成绩本来就烂 考试中晕倒 结果是装的 你这次又要干什么 你才来我们学校三个多月 以前也不认识桑芙荣 人家怎么得罪你了 你要这么给人泼脏水 你天天在这里发疯 很影响我们学习心态好不好 你自己学习不好 还想影响我们吗 秦薇薇还没发灰 就被对得哑口无言 翘立的脸庞都扭曲了起来 媒体也是一脸猛 这跟秦薇薇说好的 完全不一样啊 只有承诺坚定地信任秦薇薇 帮助她斥责我 她甚至拿出了 秦薇薇受伤的照片 用来指证我欺负过秦薇薇 我看了一眼那些照片 差点没笑出来 秦薇薇啊秦薇薇 你为了陷害我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呢 我承认得坦然 我就喜欢助人为乐 她让我打她 我自然要帮忙咯 同学们都纷纷跟着附和 没错 秦薇薇天天说自己是女主 说桑芙荣是恶毒女配 还写好了自己被桑芙荣欺负的剧本呢 桑芙荣只是配合她演出而已 这件事学校里的人都知道 承诺见那么多人都在帮我说话 气急败坏道 可是薇薇身上的伤是真的 桑芙荣你敢说 她身上的伤不是你打的 我笑了点头 我敢啊 我敢发誓 秦薇薇身上的伤不是我打的 那么秦薇薇 你敢发誓说你的伤是我打的吗 秦薇薇眼神闪躲了片刻 又坚定了起来 像是下定了举心 除了你还有谁 桑芙荣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不会跟你抢 只求你放过我 可是你 我做了个打住的手势 你还真是满口谎言呢 你不会以为你之前摔坏了我的手机 里头的视频就没了吧 我掏出了手机 那就请大家一起看看 我是怎么欺负她的吧 也看看我有没有打伤她 我除了扇她巴掌 没收她眉毛头发之外 还真没伤害过她 秦薇薇脸色刷了一下白了 她突然尖叫了一声 接着往地上一啪 开始翻白眼 甩舌头 扭曲地爬行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普通人就活该被欺负吗 有钱了不起吗 我动不过你行了吧 啊啊啊啊 她手脚并用地爬走了 留下媒体人和陈洛一脸猛逼 好家伙 现在又开始发疯文学了吗 我管她疯不疯 我可没打算放过她 我拿出了手机 将私家侦探发给我的视频 也就是秦薇薇受伤的真相 展示给镜头看 由于秦薇薇同学 不间断地试图诬陷我 所以我留存了一些证据 我桑芙荣向来敢做敢当 做过的事我就敢承认 没做过的事 我死都不会承认 今天就请大家做个见证 都看看她是怎么受伤的 也好还我一个清白 视频里 秦薇薇一不蔽体地跪在地上 一个穿着睡袍的大腹平平的男人 站在她身后 手里拿着鞭子 一下又一下地抽打在她的背上 后面还有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 足以证明秦薇薇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难为承诺这个纯情难高 亲自给自己喜欢的女生 拍下那些受伤的照片 却不知道那些伤是怎么造成的 看着她瞠目结舌 怀疑人生的样子 我可真是太开心了 上辈子 秦薇薇就是带着这样一身伤 告诉承诺是我找人侮辱她 还给她拍下了不雅照 承诺为了给她报仇 联合了灵照和一群小混混 将我堵在了那条巷子里 我好像有点想起来 当时发生了什么了 我那时被迫害太久 没有一点安全感 随身都带着小刀 在那群混混铺上来 扒我我的衣服时 我疯了一般将刀刺向了他们 我疯了一样挥舞着自己手里的刀 刺伤了他们 也割伤了我自己 后来 我晕倒在那条巷子里 不远处的承诺和秦薇薇 在搂搂抱抱中起了心思 迫不及待地去了旁边的宾馆 没人管我的死活 当然了 秦薇薇本来就想我死 又怎么会管我呢 正如我现在想让她死是一样的 再后来 我是怎么得救的来着 不重要 重要的是 秦薇薇最终也没有放过我 如愿害死了我 我这人向来公平 血债自然要血偿 她死一次 我们才能扯平吗 视频播完 警察也到了 以寻信滋事罪 将那几个媒体人带走了 他们新闻没挖到 反倒还惹了一身骚 当即就把秦薇薇 收买他们的事情爆了出来 警方顺头摸瓜 查出十万元里的八万 都是承诺给的 于是 秦薇薇和承诺也被带走了 由于他们没有对我 造成什么实质伤害 罪名不重 又都是未成年 批评教育了一番 就放了出来 我爸知道了 承诺花钱 故人诬陷我的事情 直接取消了跟程家的合作 并撤销了对他家项目的投资 程家爸妈因此记恨上了秦薇薇 说我是恶毒女配 就是以他自己为原型写的剧本吧 比如他转学的原因 就是因为霸凌同学 导致同学终生瘫痪 他爸妈拒绝赔付药费 被强制执行成了老赖 他无法忍受那样的生活 便跟家庭脱离了关系 牵出户口记住在亲戚家 才得以继续读书 与其说是转学过来读书 不如说是借助学生的身份 逃避责任 比如他只在亲戚家住了 不到一个月就被赶了出来 因为他手脚不干净 偷了亲戚家的钱 还卖掉了亲戚家不少贵重的物品 比如他没有固定住所 跟哪个男朋友交往 就去哪个男朋友家住 那天他来我们别墅区住了一夜 正好看到了住别墅的承诺 便起了将人勾搭到手的心思 什么女主男主天生一对 什么女配恶毒挑不是非 不过是个辞尽诚信 手段肮脏的天生坏种罢了 天生承诺是个蠢的 还真信了 这些黑料一出 秦薇薇直接消声匿迹 也不知躲去了哪里 而承诺得知了真相后 竟还厚着脸皮上门求我原谅 福龙 当初是我鬼迷心翘才信了他 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 你能原谅我吗 对此我的回应是 你去死吧 你死了我就原谅你 在我看来 但凡是伤害都不值得被原谅 哪怕加害者受到了同等的处罚也不行 毕竟受害者真实的受过伤 有些伤一辈子都不会愈合的 所以 我用食物将几只流浪狗 引到了承诺每天的必经之路上 那天 他又来找我道歉 我痛骂了他一顿 还用肉汤浇了他一身 他愤怒地离开 正好看见几只流浪狗 在路边的阴影处吃东西 他捡了块石头就去砸狗 这是他的习惯 他最讨厌狗了 每次见到流浪狗进到我们的小区 都会拿石头赶出去 可他不知道 就算是流浪狗 也是有脾气的 被打击了 一只狗跟风味一样扑向了他 连带着所有的狗都扑了上去 我们这里是别墅区 独门独户的 楼间距很大 因此他的惨叫声 没有那么快可以喊来人 等到有人发现时 他已经被几只狗咬得血肉模糊了 没死 但是人却是废了 不枉我煮了一锅肉汤呢 上辈子他找了混混 不就是想毁掉我吗 所以这辈子我也毁掉他 很公平 流浪狗被赶走后 我连夜叫人将那几只狗 都送到了救助中心 他们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我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 并且能吃饱的假 是应该的 我迎来了高考 也算是弥补了我上辈子的遗憾 我自我感觉考得还不错 上个985应该没问题 高考结束 我爸安排了酒店 请我的老师和同学大吃了一顿 看着同学们青春飞扬的模样 和肆意张扬的笑脸 我忽然想到 这本该就是我的生活 可上辈子 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都被秦维维抢走了 他参加了高考 却只考了300多分 连好一点的职业技术学院都上不了 他哭哭啼啼地说 自己没考好 是因为被我霸凌了太久 学习受到了影响 他说自己不打算复读 因为只要想起被我霸凌的事情 他就害怕地浑身发抖 他带着众人的同情 再次找到了我 我永远都忘不掉 被他用木棍打中后脑时的晕眩 也忘不掉浑身被浇满汽油的刺鼻气味 更忘不掉烈火焚身的痛苦 他站在火光外看着我 一边冷抽自己巴掌 一边疯狂地大笑 我最烦你这种有钱人家的千金大小姐 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哪怕做错事也不用负责 你们凭什么出生就拥有一切呀 可我呢 我明明比你们漂亮 却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 不过是弄残了一个贱人 就要被开除 被谩骂 我不甘心 凭什么只有你们这种人 可以高高在上 我也可以呀 所以你看 我不过略施小记 就让大家就厌弃了你 我才是赢家 哈哈哈哈 桑芙蓉 你赶紧死吧 只要你死了 我就能获得真正的心声 我在强烈的怨恨和不甘中死去 而秦薇薇 则利用我的死说了又一个谎言 她说 是我绑架了她 她死里逃生 却毁了容 所以 她拿着我爸给她的赔偿金 去国外整了容 然后签了网红公司 她吃着占了我人血的馒头 踩着我的尸骨 成了一名网红 凭借自己漂亮的脸蛋 和悲惨的过去 一边带货 一边和承诺秀恩爱 她靠自己的谎言 和一部拙劣的剧本 就走向了人生巅峰 可我呢 被她的谎言害得惨死 连句全尸都没能留下 上辈子是我蠢 我输在太过善良 这辈子 我就想当个 彻头彻尾的恶毒女配 所以秦薇薇 你准备好了吗 秦薇薇绑架我 我一点都不意外 上辈子 哪怕我已经身败名裂 她都能因为极度烧死我 这辈子 让她上钩 更容易 这段时间 我不断地在网上 分享自己的生活 就是为了刺激她现身 果不其然 这天晚上 我刚从电影院出来 就被几个人捂住嘴 带上一辆车 车里坐着满脸疯狂的秦薇薇 她的表情十分扭曲 如恶鬼一般猙獰 桑芙蓉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已经跟陈洛在一起了 我就不用活得这么辛苦了 我明明就要成功了 你为什么要毁掉我的计划 我明明该赢的 该赢的人是我 她本来就不太正常 现在看起来更疯了 我有些虚弱的开口 你在说什么 秦薇薇你疯了吗 光天化日之下 你竟然敢绑架我 她披脸给了我一耳光 我偏开头躲了一下 她的指甲划过我的脸 脸颊顿时就火辣辣地疼 我就是疯了 谁让你不乖乖地配合我 只要你按照我的剧情演下去 我就能成为女主 和我的男主在一起了 我只想过安稳的好日子 你凭什么不配合我 我对她的话心知肚明 却故作不知 我配合你了呀 你让我演恶毒女配 我不是演了吗 你还要我怎么样 她尖叫道 你演就好了 谁让你说出来 让大家都知道的 哈 所以她想要的是上辈子的我 说白了 她就是想毁掉我 来成全她自己 可我为什么要配合呢 我被她带到了一处废弃仓库 绑起来丢在了角落里 她一边打开汽油罐 一边兴奋地 继续编写自己的剧本 没关系 我还没输 只要你死了 我再告诉大家 是你绑架了我 我就能拿到一大笔赔偿金 继续过我的好日子了 你去死吧 你赶紧去死吧 说着 她便开始 往我身上到汽油 她那几个帮手 却拦住了她 贪婪地询问 这还是个厨罢 长这么漂亮 就这么死了 怪可惜的 不如给我们兄弟们开开婚 秦薇薇自然不会拒绝 这种羞辱我的机会 兴奋地同意 可以 你们快点 我要录视频传到网上 让她死了 也要被人一遍遍 看她淫荡的样子 几个混混朝我扑了过来 看清她们的样貌 我兴奋地浑身颤抖 血液都跟着沸腾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几个人 竟然就是前世秦薇薇和陈洛 找来羞辱我的那些混混 想想要不让人意外 毕竟这群混混 一直都是秦薇薇社交圈子里的烂人 他们并不是专业的绑匪 造价师他们绑我的时候 我特意撑开了双手 所以混混们扑过来的一瞬间 我轻易就挣脱了束缚 一脚踹翻了地上的油管 在汽油倒下来之前 我又趁机踹了秦薇薇薇一脚 将她踹倒在地 被汽油淋了一身 秦薇薇尖叫起来 指挥小混混们来抓我 杨颜要先把我的头发 烧掉好好教训 我脸上带着笑 嘴里却喊着 不要点火 这里空间那么小 你放火烧死我 你也会死的 她挣扎着爬起来 我就是要你死 我心说要死的人是你 我一边惊恐地叫喊着 不要点火 一边打开了打火机 干草 汽油 碰到火星 那就是一触即发 火焰爆起 瞬间将秦薇薇 和那群小混混们卷入其中 哎呀 她惨叫着朝我扑来 却被身后争先恐后 想被淘汰出去的 小混混们踩在地上 几个人互相撕扯 想让对方给自己垫脚 一片混乱中 我趴在地上调整呼吸 快速往外爬 快爬出门的时候 我咬牙将自己的衣袖上 沾了一些汽油 火焰随即蔓延而上 我哭着大喊 救命啊 就在这时 大门被踹开 警察到了 我身上的火即使被扑灭 只烧伤了胳膊 不算严重 秦薇薇就没那么好运了 她全身都是汽油 整个人都被火焰包围 等到警方将她身上的火扑灭 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这种程度的烧伤 迎接她的只有重度感染 就算她侥幸能活下来 余生也只能去监狱度过了 而那几个小混混 也沾染上了秦薇薇身上的火焰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烧伤 他们虽然死不了 但等待他们的 除了我父母的怒火之外 还有社会的指责和法律的严惩 再次感谢他们的自私和不专业 抓我的时候没有检查我的口袋 自然也不知道我口袋里有电话手表 我发现他们跟踪我时 就设置了自动报警 手表上有定位 警方很快就能找到我 我要做的就是在此期间 坐实秦薇薇绑架我 和杀人未遂的事实 然后在警察到来之前 完成反杀 警方全程都能听见 我们这边的声音 所以我从头到尾 都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秦薇薇没能撑过三天 就因感染而死 她死之前 我特意去见了她最后一面 没别的 就是想欣赏一下她痛苦的模样 人之将死 她的脑子倒是清醒了 她声音嘶哑地问我 明明不该是这样的 该死的人是你 我才是赢家 你到底做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哦 她这是也重生了吗 啊 那可真是太好了呢 我朝着她笑 不是你说的吗 我是恶毒女配啊 恶毒女配欺负女主 还需要理由吗 她终于反应过来 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你重生了 对不对 你也重生了 我歪了歪头 笑得十分畅快 是啊 真是天道好轮回呢 秦薇薇 上辈子你放火烧死了我 这辈子你也体会一些 被烈火焚烧的痛苦 很公平不是吗 慢慢享受吧 她此刻终于是怕了 全身烧伤的痛苦 非常人所能忍受 她竟然哭着求我 桑芙蓉 我错了 你救救我 我不想死 我才十八岁 我不想死啊 上辈子 我也不想死啊 可她都没有给我一个求救的机会 想到这里 我痴笑一声 听说女主遇难时 男主就会过来英雄救美 不如你等等看 会不会有男主过来救你 因为疼痛 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呼吸逐渐急促 瞳孔也逐渐扩散 她发出绝望的嘶吼声 不要走 我错了 我不是女主 救救我 救救我 我怜起笑容 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 再见了 女主角 医院之外 微风和煦 阳光正好 我迎着光行走 彻彻底底地走出了那条 困住我人生的阴暗巷子 而我 成绩优秀 努力好学 样样出众 从此以后 等待我的 只会是阳光大道 全文完